大家平时看电视剧时看到的都是后期剪辑和精修,演员们在屏幕前常常都是一本正经,愿意打着别人的人生,观众很少见到演员们拍戏时的模样,大多时间他们工作的日常还是很欢乐的,距离越到死去活来,片场可是笑个不停,特别是遇到几个天性活泼,爱搞笑的演员在场。 为了陈伟霆就是一位超搞笑的演员,自从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走红后,他的画风已渐渐与那张帅脸不相符合了,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来搞笑。 如今拍戏崩坏,故当时的反应,也让人忍迅不禁,原本这是一场街头打架戏份,陈伟霆在戏里被要求抱头蹲下,貌似是要被带走文化。 不用想都知道这一段,在最终的气氛是既紧紧张又严肃,可不想戏外却是另一幅画面,陈伟霆在抱头下蹲时,不小心把裤党给崩坏了,还对着镜头说,我一蹲他就婆婆别拍了。 不过面对这样的久劲,陈伟霆的第一反应,可不是惊慌失措,也不是一脸肝大,而是继续蹲在原地,向站着的人大笑,一看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没错了。 当然了,人际演员裤刀崩坏,可是件稀奇的是,再说大家对陈伟霆里面的衣服也很好奇,所以他就被群脸盯着看,群脸们一边要沉浸在戏中继续抱头蹲下,另一边偷偷的盯着陈伟霆的裤裆,还不时小声的偷笑,这个画面光是脑补都能笑出声。 不少网友都很想知道,群脸们到底看到了什么,啊,有网友可能已经浑穿这些群脸,大概是群脸的笑声太大了,都引起陈伟霆本人的注意,他冲着群脸撒娇道,哎呀,别看,人家害羞了,害羞加上撒娇的陈伟霆,网友们惊了,这还是大家认识的陈伟霆吗? 这还是大家认识刘子光光哥嘛,说完这话后,陈伟霆又在一旁继续傻笑,其实陈伟霆你并不害羞对不对,并多就是五锦位一点,先是裤刀崩坏,又是向群脸扫娇,这场面百年难遇一次,网友纷纷评论,这样的陈伟霆好可爱,陈伟霆简直就是一个宝藏男孩,连裤刀崩坏时的反应都和别人不相同, 幻左是其他演员,应该早就准备去换衣服了,哪有闲工夫跟曲脸开玩笑,也许有人会觉得陈伟霆不太注意形象,但这一点却很能反映她的情伤,用轻松搞笑的方式缓解干大,这招很妙啊。